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紅潮禁聞 我是薛然 今天是美東時間8月21號 星期一 這期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人民日報深夜發21字 拋震撼彈 民間高喊反戰 2000名脫北者 韓國全部接納 俄羅斯準備50年的登月失敗 路透社表示 俄國太空實力不如前蘇聯 來看詳細內容 中共圍繞臺灣進行掛實彈軍演 同時官媒《人民日報》在19日深夜的11點37分 發布了話題《臺灣當歸》 讓中國的網民大驚 說瞬間沒有了睡意 《人民日報》在微博發21個字的短文說 台獨是絕路 統一是必然 並在文章的末尾 附註話題《臺灣當歸》 這個短文是瞬間衝上微博的熱搜第一 並一直霸佔著冠軍位置到第二天的中午 不過網民說 這麼嚇人的話題當然會受到關注 但如此快速衝上熱搜第一 還是得靠微博加持和小粉紅網軍的力捧 也有人嘲諷官方小提大作 表示被嚇了一跳 以為半夜悄悄地把小英抓了 看錯了一個字 把我激動的睡不著了 這個當歸發了多少次了等等 事件也引起了臺灣網民的關注 有臺灣人反擊說 不要再做夢了 我們不可能選共產 也有人諷刺 先讓大陸有言論自由好嗎? 在中共的官媒造勢的同時 中共東部戰區正在臺灣周邊進行圍倒的軍事演習 中共戰鬥機更掛上了實彈 中共對臺灣文攻武嚇 但民間卻出現了反戰的聲音 分析國際情勢的自媒體人首席國歌 在國內的影音平臺B站上面上傳了影片 苦口婆心地說道 戰爭輕易不要發動 好戰的性格是不對的 首席國歌解釋說 戰爭真正打起來那天 有錢人只要出錢就可以跑了 沒錢的就只能讓自己的兒子上前線 等到戰爭結束了 有錢人會得到國家的回饋 窮人就只能拿著照片 四處詢問兒子埋在了哪裡 首席國歌還說 他最近看到了一個影片 有個俄羅斯士兵中彈之後匍匐前進 看到前面有具腐爛的同胞遺體 後面則是追兵趕來 最終選擇拉手榴彈 炸死自己 首席國歌指出 這個俄國軍人就是戰爭的平民縮影 他是你丈夫 他是你兒子 他是你的父親 你還希望有戰爭嗎 中國的網友加入討論 不少人表示贊同 還有人感嘆 從疫情就能看出來有這種跡象了 大陸民眾王先生告訴希望之聲表示 對於《人民日報》臺灣當歸的貼文 王先生認為 這是中共無道理的鼓噪 但是也發出了一個危險的信號 他表示 對於俄國戰爭 普京面臨崩潰 生存了思考的話 這裡就透露出來一個危險的信號 可能會對臺灣挺而走險 國目前的局勢就是早已窮窮末路 終將狗急跳橋 因為最後和他集中邪落 他就挺而走險 瘋狂 戴維營的會見 一些簽署宣言的意義更大 這標誌的現代 維營的這種價值觀與這種邪惡 最後的終極 邪逐 正是提倡日常 韓國新任的統一部長金應浩日前表示 韓國將接納所有願意富含的脫北者 並敦促中共政府參與協商 停止遣返脫北者 韓國《朝鮮日報》20號報導說 封鎖三年多的中朝邊境 最近開放了新義州至丹東 茂山至南平等地區的邊境 中共正在增建部分邊防部隊設施等等 為遣送脫北者回國做準備 聯合國朝鮮人權狀況報告員 薩爾蒙提供的數字顯示 在疫情期間 在中國被逮捕關押的脫北者達到2000人 隨著中朝邊境的開放 他們很可能會被大批的遣送回朝鮮 一直以來 中共政府將脫北者視為非法滯留者 而不是難民 進行打擊和關押 但脫北者無疑是為了躲避 朝鮮政府的政治和經濟打壓 而逃出來的難民 而中共強制遣返脫北者的做法 也違反了國際人權公約 韓國新任統一部長金應浩表示 韓國政府應當更加積極地說服中共 停止遣返脫北者 尊重他們的人權 除此之外 還應該與聯合國機構和國際人權團體 等謀求多方面的合作 不應該錯過9月份杭州亞運會 這個絕佳的時機 自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 為了擺脫朝鮮獨裁統治和迫害 擺脫貧困以求獲得更好的生存條件 一些朝鮮人選擇了逃離 他們冒著生命危險逃到中國東北 或者俄羅斯遠東地區 對朝鮮當局而言 這些脫北者就是所謂的叛國者 逃到中國的脫北者往往面臨著被遣返的厄運 而等待著他們的則大多數是死亡 所以朝鮮脫北者問題始終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 日前俄羅斯月球25號探測器失控並撞毀 標誌著蘇聯時代強大太空項目的衰落 1976年8月份 前蘇聯月球探測器月球24號 帶回了170克月球表面土壤樣本之後 47年來首次執行的登月任務失敗 讓莫斯科重返強國太空競賽的願望破滅 路透社20號報導說 俄羅斯聯邦太空總署表示 月球25號探測器 在變軌進入登月前的飛行軌道期間 出現了機械故障之後 格林威治時間19號11點57分失去聯絡 探測器不受控制 最終直接撞向月球銷毀了 按照原本的計畫 月球25號探測器本應該是在21號 在月球南極伯古斯拉夫斯基隕石坑附近軟著陸 在月表停留一年時間蒐集石塊樣本 並對月球表面進行研究 聲明還說 已經成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 調查月球25號探測器失敗的原因 這次月球任務的失敗表明 俄羅斯太空實力從前蘇聯冷戰時代的衰落 前蘇聯1957年實現了人類第一次 將人造衛星送入地球軌道 1961年將第一位宇航員送入太空 這次登月使命的失敗 正值俄羅斯經濟面臨幾十年來最大的挑戰 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嚴厲經濟制裁 並陷入二戰以來 歐洲最大規模的俄烏戰爭 俄羅斯一直在與印度 中國和美國進行太空競爭 印度太空研究組織在得知了俄羅斯探測器失敗的消息之後表示 印度的月船3預定8月23號在月球上登陸 2022年中國大學畢業生出國留學申請數量比2021年飆升了23% 而出國攻讀碩士學位是他們的主要選擇 據《南華早報》的報導 中國大學畢業生由於對國內教育體制的不滿意 以及國內的碩士教育含金量低等原因 所以他們一直在爭取出國留學的機會 中國教育機構《啟德教育集團》 今年3月份的一份報告顯示 中國學生出國求學 其中81.2%是攻讀碩士學位 面對就業的壓力 今年全國有470萬名左右的本科畢業生 報名參加考驗 其中只有20%的考生能夠進入更高一級的學府就讀 另外有的學生也不喜歡國內大學的政治課等必修課和各種會議 認為都是走行士一點都沒有用 因此選擇出國留學 除此之外 一名20多歲的江蘇學生說 中國的碩士申請限制學生只能是申請一所大學的一個專業 這造成了嚴重的定向性 而申請海外的大學可以在沒有成績的情況下申請多所大學 增加了靈活性 還有很多的應屆本科畢業生表示 與國內考研相比較 國外的碩士申請程序更輕鬆 而且申請成功的可能性也更高 徐同學說 準備明年申請美國一所大學的通信和營銷專業 他抱怨說 國內大學將很多考研不涉及的教學內容都略過不交 而他非常喜歡國外大學的課堂討論和課外閱讀 而且國外大學對不同的觀點持更包容的態度 他說自己在選學校時會更關注學校教授的課程內容 韓國警方20日表示 一個名為Kim-Suki的朝鮮黑客組織試圖攻擊美韓軍演 但是沒有成功的獲取敏感的軍事信息 警方宣布 經過調查證實 這次的網絡襲擊是由朝鮮黑客發起的 軍事機密沒有受到影響 網絡攻擊者試圖給韓國的承包商發送電子郵件 以獲得韓美聯合演習 戰爭模擬中心的訪問權 在21日開始的歷時11天已知自由護盾聯合軍演 是為了強化美韓軍隊應對來自朝鮮核武 以及導彈威脅的能力 平壤方面一如既往的對美韓軍演提出強烈批評 並聲稱這次軍演的目的是為侵略朝鮮進行演練 韓國警方表示 Kim-Suki至今一直處於活躍的狀態 從2018年開始頻繁開展了多起 針對韓美兩國特定領域人員的攻擊活動 黑客組織Kim-Suki以魚叉式網絡釣魚手法 來實現網絡攻擊很有名 也就是欺騙受害者洩漏密碼 或者誘導對方點擊惡意附件或鏈接 韓國警方和美國軍方進行了聯合調查 發現Kim-Suki企圖使用的IP地址 於2014年針對韓國核反應堆運營商的 黑客攻擊中使用的IP地址相匹配 臺灣副總統賴清德21日接見了日本自民黨青年海外研修團 他說去年臺日雙邊貿易總額達到882億美元 創歷史新高 希望未來能夠持續加強 更重要的是臺日共同合作 維護印太和平穩定 讓印太區域國家以及全世界都能繁榮發展 賴清德指出 自民黨青年局成員是日本國會在政治上的生力軍 是日本整體發展非常關鍵的力量 也是日本未來的希望 他很高興青年局與臺灣政界有很深厚的淵源 也有很密切的合作往來 賴清德還說 除了臺灣民眾到日本 日本民眾到臺灣來旅遊之外 臺日的貿易交流也非常的密切 去年的雙邊貿易總額達到882億美元 創歷史新高 臺日兩國人民的感情越來越密切 合作也越來越深入 共同創造兩國利益 日本自民黨眾議員議員 林木獻和致辭表示 因為疫情的關係 這是時隔4年再度到訪臺灣 這次訪團成員超過60名 除了國會及地方議員 還有許多擔負日本未來希望的大學生 林木獻和指出 臺日關係是真正的友誼 彼此享有民主 人權等普世價值 對日本來說 臺灣是非常重要的夥伴 在太平洋地區 臺灣的和平與穩定 也攸關日本以及國際社會整體的和平穩定 林木獻和還說 這次訪問之後 也會與臺灣的立法委員一起到帛琉訪問 期盼未來在賴清德副總統的指導下 讓臺日關係更進一步發展 這期的紅潮禁聞就到這裡了 歡迎就今天的新聞話題 在視頻的下方留言 和我們分享您的觀點 請別忘記幫助我們點贊 訂閱還有轉發 也可以使用特別感謝功能來支持我們 感謝您的支持與收看 下次節目再見 Corinthians 訂閱 分享 開始 valuation 做